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演得非常愉快 他还说 下次去爬山的时候 一定要在你他们家坐一坐 没想到校长您认真这么好 你有了医院之后 那你的医护人员怎么办 所以他就想到说 是不是需要 帮他们在地去培养一些医护人员 所以磁济护砖就应运而生 当然他就扛下这个重任 来担任磁济护砖的第一任校长 我们学校是在民国78年创立 那个时候是叫磁济护砖 后来又经历改制技术学院跟科技大学 已经快要30周年了 这一次刚好参与到大学剧场 来拍摄第一任校长的故事 觉得很特别 就很像在还原30年前的景象 而且看到校长演员 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互动 就好像是真的校长在跟学生互动一样 你们谁从大话赶来的 台南 谢谢 跟学生互动的时候 一边是校长 一边是好像是这些孩子的爷爷一样 因为很多的学生 都是从台北 台中 台南 苗栗 下去花莲的 敬礼 老师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校长 你怎么会来这里 陈老师 不好意思 这堂课 我来旁听吗 连校长都来旁听 这样我压力很大耶 没关系啦 再来的话呢 还要去看一下 就是来上课的老师 所教授的内容是不是符合这些学生们的需求 所以他还会亲自到课堂上去听听看 老师课堂上上了哪些东西 当然对老师来讲 那个压力就会比较大 但是对学生来讲就会觉得非常的新鲜 连校长都来听课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认真来上课呢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欢迎我们可爱的导演 张可忠导演 你好 艾成姐好 招德好 全球的大爱观众大家好 然后来欢迎我们这位最帅的 尹招德 你好 艾成姐好 导演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尹招德 其实要是我是学生的话 我其实很怕校长坐在后面 是不是 如果是你的话呢 我应该也很怕 老师应该更怕吧 是 校长 你怎么来了 对 是来监督我吗 但是就杨思彪来讲 他是第一任校长 对 代理校长 我觉得他的用心良苦 因为他要先去听看看 我找来这个老师教给学生什么 然后有哪些地方不足 然后我是不是要在我的课堂上面 再教学生这些课 或者是去找其他专业领域的老师 来补足这个老师没有教到的部分 而且你校长自己还亲自教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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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 病理学 对 是啊 拍这一场 因为现在是磁科大 我们当初进去当役的妈妈的时候 是互专 那看到那个穿堂 哎呀 这是在我们学校拍的 对 对 对 所以真的是到学校去拍 对 然后呢 孩子们是我们就是磁科大的孩子 就是磁科大的学生来支援 对 因为我们有分两个地方啦 因为教室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磁科大教室都已经比较新 比较先进了 是 那我们就是在台南女众拍的 对 然后那个走廊跟穿堂跟门口的部分 我们就是真的回到磁济护砖去拍 那因为还是比较是保留原来的那个样子 对 原来的味道 我们座位是拉得比较开一点 大概二十几个学生来支援 来拍戏 在拍就是教室的细节拍了一天 所以说我们看到杨思彪教授这一辈子 都是在专心的在研究 教学 看诊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处在那种很紧绷的状态 反而到了磁济护砖 当年护砖的时候 好像整个人是比较算是最松的 最心情上面 最比较是轻松放松的那一段时间 对 但是也必须说 杨教授他做很多事情都非常地投入 然后他就念之在之 想说 怎么样会让离家这么远的学生 然后把校 以校为家 然后他就想说 他其实是我们那时候的设计是 他就自己走到后面来 自己在那边活动活动 因为下课了嘛 后面的那个道路来走一走 走着走着 然后突然发现 这个山好像不错 然后就冲围去跟老婆讲说 我带你出去走一走 你不是说我都没有带你出去走走吗 走走走走 带你出去走一走 结果目的是要替孩子探路 对 是 所以就引发了他后来说 举办这样的活动 促进大家的一些交流 凝聚大家的情感 后来才会让学生们感觉说 这个校长真好 这个护专真好 有家的感觉 其实真的啦 离家这么远 那来自全台湾各地 而且是跑到一个 真的很偏僻的地方 以前真的很偏僻 我记得我第一次当叶德妈妈那时候 学校旁边什么店都没有 对 现在又比较热闹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杨校长就奠定了一个 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在假日的时候 大家一起活动 然后也去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像现在就是让孩子们路跑回经术 好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 一个身为校长的人 对孩子们就像是看待 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的这份爱 其实你们两位在这个一生当中 也有对你们影响很深的师长吧 我现在目前印象深 比较感激的是 其实他没有教过我 就是小弟老师 我同学 同班同学 等于我进这行第一个恩师 我是跟着他做场记起来 然后他教我 然后他升我当导演 然后又对我像是朋友一样 小弟老师在现场严格吗 因为我虽然是同班同学 我没有拍过他的戏 他对戏很严格 可是他对工作人员 对演员就很 其实很放鬆 就是他现场什么事情都做 然后很关心工作人员 然后有时候就是车子 就拍太晚了 他还说制作助理 你休息 我来开 自己下去开车 你知道他也是我们演艺界的女演 算是指标性的导演 对不对 所以他心思又很细腻又很敏感 对对对 所以又很服他 对他对 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态度 跟杨思彪教授还挺像 很像 是不是 因为杨教授也希望说把他 就是在他可以教的范围内 尽量多教一些人 所以他才会 就是都会回花莲 坐火车 年纪大了 还是坐火车回花莲 去教后面的医生跟学生 这个也是我对杨教授很佩服的地方 是是是 这个一个是你实际的恩师 一个是你在拍摄它 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恩师 对不对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一个是我高中的国文老师 我那时候的国文成绩非常好 因为我住在他们家 就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吃素的 对 我记得 对 受到老师的影响 影响我这将近快三十几年 对 它影响的真的是你一辈子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赖神传老师 赖老师 对 因为他教我们表演 然后而且跟我们讲说 其实演员呢没有大小之分 角色有大小但演员没有大小 而且在我们学校里头呢 因为我们是学舞台剧的 然后除了主修的演员之外 你必须要去灯光 道具 服装 你在这五年的学习课程当中 你必须要选两个 对 你要嘛就是去做服装 要嘛去做道具 要嘛做灯光 所以呢 在我们那时候叫做艺术学院 出来的学生你目前幕后你都做过 所以以至于我们后来出来的时候 就在外头拍戏有时候在铺轨道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过去帮忙 他们说赵德哥 赵德哥 我们来就好 没有关系啦 这样快点快点 对 我们就会尊重每一个 不管是幕前幕后的人 因为要成就一部戏 每一个人 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就像上人家在讲的 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像一颗小螺蛳钉一样 它很重要 对不对 对 好 因为这个杨思彪教授 讨历满天下 他的学生这么多 那我们就从那个智慧人意里面 剪了一个片段 我们就来看一下李仁致一师 怎么样来谈他这位恩师 结合病防治是杨思彪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 而且师生们一棒接一棒 台湾光复初期 结合病死亡率占总死亡人口的16.2% 当时第一夫人蒋宋美玲女士 号召以全民力量投入防劳工作 民国47年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防劳协会 台湾省防劳局是在台大校园区里面 他可以被当作也是台大的胸腔内科的病房 所以杨教授几乎经常会到这个防劳局去 他不只经常去那边教书 同时他因为他对结合病非常有兴趣 所以他也在那边做了不少研究 所以我大概从第一年住院医师 就开始就帮他一些小忙 就跟他一起去收集案例什么 所以大概从我进入医学界 大概就跟着杨教授跟了很久 我当中华民国防劳协会当理事长 当了八年 我前一任是陆坤代教授 陆坤代教授在前一任也是杨石标教授 在同个领域里面就有传承的情况 最后来是高龄九十九了 每个礼拜五还是喇叭连来教学 有没有包括所有人应该要进去的 有没有包括定性 从上面的颈部 从下面的颈部 颈部 颈部 每个礼拜都愿意来花脸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展现出他真的 就是很 对于教学上面是很有力的 然后也很愿意就是能够 栽培我们这些医学界的用 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他虽然是 虽然是台湾胸腔那一科的权威 然后也是开山走势 可是我觉得他 对于我们 即使是才五年级的学生 就是算是非常之前的实习生 他也是非常细心的指导我 就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还蛮敬佩